在红月亮的照耀下 有些人被影响后 会丧失人性 变成怪物 并感染或攻击其他人 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 精神污人 刚才你打倒的怪物 就是用咖啡感染了大量的人 将它们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我所在的特别行动小组 隶属于巡查部 成员都是对抗精神污染的专家 可以说 我们就是守在平民与污染之间的一道盾盘 救 救我 救人身份 是失联的灵系五号人员 能够对抗精神怪物的人 必须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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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强大 幸运的是 我现在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 目标编号 地级特殊物产员 零三六 一级精神怪物 可感染任何近距离接触过的是目的 零七五号专员已被护衫 外围皆被升起 他带着枪 没必要看那么久 每一次精神污染 都会有自己的污染源 那 刚才那个女服务员就是 污染源原体 他死后感染者会逃逸 有可能会变成新的污染源 截止目前 已经有52人被污染 这些人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必须采取措施 措施 污染源都没有了 等等 你刚才说逃走的会变成新的污染源 难道这52个人必须 富有同情心 失控风险降低10% 精神污染不是绝症 处理得到是完全可以逆转的 后勤组的专员们 已经赶到现场收治伤员了 实际上你会遭遇精神怪物 也是可以安排的 你的行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若是发生意外 行动小组会立刻将你救出来 为什么 这么危险 你不怕我也被污染 你早就被污染了 有些被污染的人能够维持理智 还会拥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这些人被称为能力学 显然 你也是其中之一 咖啡馆事件本质上是个考核 测试你的能力属性 以及失控风险 读完了 读完了 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 强 这是 给你的奖励 你的表现超出一期 这是应得的报酬 我们对你进行评估 一级污染源对你没什么危害 但没想到你单枪皮马解决污染源 也没受任何影响 不错 你通过测试 没受到影响 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很难失控 而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招募的核心原则 我希望 你能成为特别行动组的边外成员 帮忙解决主城与五个卫星城中发生的污染事件 你需要 我赶紧 比了 《大卫星》 不是正式成员 拿着 你说的东西我很好奇 而且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但有个问题 尖叫 我并没有能力 我的能力 是从妹妹身上进来的 我的家人都有能力 你的家人 妹妹是个可爱的孩子 喜欢玩具喜欢跑跑闹闹 父亲喜欢做饭 人很老实 总是待在厨房里 母亲很温柔 从来不跟人吵架 只喜欢跟人讲道理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或许 他们会同意把力量借给我 陈大将 资料和监工调查都显示 用心是一个人独军 他这是精神分裂症状 处在失控边缘 是不是要多特殊小队伍装入场 告诉我 你能够控制住 你家人的力量吗 我 我 他们的脾气确实有些特别 但我们是一家人 我妹妹平时跟我相处得比较多 我知道怎么混好它 带子里有一台微信电话 想好了打给我 我可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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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十七 还在因为玩具生气啊 骗子 对不起 哥哥错了 不该敷衍好十七 现在哥哥有钱了 喜欢什么 我们进去吧 准备好吗 准备好吗 天啊 天啊 还有没有想要的玩具 哥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呀 十七啊 哥哥想 借用你的能力工作 你有需要的话 不是可以强行使用吗 我不会强迫你的 你可是我妹妹啊 笨哥哥 好像我会不答应一样 只要你需要我 我就会在你身边的 我看不见了 就是什么 我给爸爸妈妈也买了礼物 刚挣了一大笔钱 你 你疯了 赶来这里搞破坏 我这个就巡查不了 来得正好 这些娃娃都帮我包起来 我现金付款 对了 您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让您给打个八折 应该不过分吧 我看我 对了 那我给你弄了 也是 你抵迫自己 你抵迫自己的 而且我给你弄赞了 你是否会 行内 好可爱的熊宝宝 这是给我的吗 好漂亮的帽子 还买了这个 好了 都放点了 你们俩快去洗手 不然爸爸又要生气了 快 来吃饭了 今天咱们家发生了不少好事呢 得好好庆祝一下 露仙找到了新工作 妹妹也有了新玩具 看不出来他们利用你是吧 你就是穿垃圾用完就扔 你到底要救我什么用 好了 孩子开心最重要 是吧 嗯 哥哥今天玩得特别开心 我也是 还发了奖金 都不少钱 今后日子能够过去 既然你这么聪明 为什么还被困在这里呢 爸爸妈妈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卡 靠 кварти 不是自制的 在 wszak 放手 甚至就不便宜了 所以,这就是他展现出的诡异能力的原因。 看不见的家人,是吗? 哥哥,你好奇怪。 这么喜欢钱,又不给自己花。 好啦,挣钱是不嫌多的。 走吧,时期,还是上班要捡。 不可能吧,孙姐。 你快去找主任求求情吧。 我听吕成说,主任要开了你。 陆欣,这都几点了? 八点,时间正好。 时间正好,赶上你被开了。 主任,我从不迟到,工作也很努力。 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我考虑清楚了,你今天就收拾东西走。 小陆哥,收拾呢? 可惜呀,陆欣哥你这么能干。 不过,要不是你毫无保留地教我, 我也接不下这一摊子。 麻烦的是没了这笔工资, 小陆和孩子们怎么办? 小陆,你就是傻。 这谁找你帮忙,你都乐意。 帮忙? 我可是萧冠,工作没耽误。 什么? 还不是因为吕成靠关系上位? 什么关系? 后边有人撑腰呗。 之前叫你不要对谁都那么热心, 教会别人饿死自己。 吕成的德行就不是个好人。 我怎么知道吗? 你别问我 chui highly, 你278人的毒品。 但是你急經激行就不下来, 你不凶费不住的。 一个人会prob隔开。 你不可以拔开我, 你不可以拔开我? 你不可以拔开我。 我就是这个大人都给你解释, 你不可以拔开我啊 你不可以拔开我。 你不可以拔开我。 我可以拔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到了 收到了 小陆啊 你这孩子可真见外 你咋不早说呢 董事长点名 让你去负责一个大项目 那我不用走了 走什么走啊 你这个月的奖金还没领呢 这是传过来的文件 你先看着啊 事情都解决了吗 太厉害了 真是麻烦你 不必客气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你作为特别行动小组编外成员的第一个任务 近期我们的情报显示 有七八张命案 都与四方运输公司有关 我们现在初步怀疑 这个案件可能涉及精神污染 而你的工作内容 就是确认精神污染 是否存在 在哪里 看一看 这两个人 结果 发生了